要说前两天我突然刷到了赵文卓早期的rap视频 虽然当时的他还略显稚嫩 但脖子抱起的轻筋和铿锵有力的喊埋 而不是是rap让躺在床上的我 立马有种想打一套军体拳的冲动 而上一期他带来的流星锤 暴击尽头还没过 新一期他所在的队又演唱了一首大艺术家 还是一身正气的他 还是力量带来的压迫感 大武术家几个字 也不知道咋回事就浮现在了脑海里 估计蔡依林自己都没想到 这首站在女性立场 嘲讽男友花心的歌 如今被几个汉子唱得如此强悍 就试问一下这谁还敢花心 这不分分钟打得你其妈都不认识吗 都知道悟空一直是歌手们最喜欢翻唱的歌曲之一 可要是能把这首歌唱好也是相当的不容易 毕竟我感觉原唱那版就已经够精彩了 可这次张奇白举刚等人用心的演唱 还是惊艳了不少听众 一看这就是课后没少下功夫 齐哥天天在房间里面唱戏曲 我觉得这首歌非他不可 我从拿到这首歌开始 一直就是repeat repeat 一直在听 我听了不下60遍 不得不说身为老牌摇滚乐队黑豹的第十任主唱张奇 除了摇滚 别的歌亦是新手拈来 而同样让人拍手叫绝的白举刚的那几句诵金 也让不少网友直呼 该说不说 确实有点好听啊 他随便交放世界好 十二岛现终究难逃 零小红色结合 零小红色结合 使我们无限终究难逃 飞云之下 我看着海峡 走月光沙滩 我也承认我还是会想他 从在节目开始 就立下整气全开 卖flag的林志炫 确实没有自杂招牌 飞云之下的高音一出 我真的是瞬间梦回歌手舞台 可如果你以为 这就是此歌最惊艳的部分了 那你可要失算了 下一秒热狗的温柔rap 直接入入灵魂 在飞云之下 我看着海峡 走月光沙滩 我也承认我还是会想他 想他 千吗 千 bien听说风很大 曾经因为自己是飞龙在天 的都在飞云之下 有多少人的快乐 结底在那悲情之下 他们都说水哦 可就确定是天的吗 千不听说风沙很大 有点可怕在云之下 那一直下到此都是她的影子 我是真没想到 又天竟然对这群老鲜肉上了头 甚至已经在期待下一次的舞台了 好了今天先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吧 拜拜